當代傳統書法界 臺灣的領頭羊 我們現在聯繫在看慣人的組上講那張 那個是董楊之的 董楊之一直在談人 都自己說我才不是書法界 我不是書法家 我是設計師 他跳開書法界對他的評價 說他線條太軟 線條不夠嗎 然後他就心裡想怎麼的 線條不夠好 這不可以團刺嗎 他心裡非常不舒服 因為他好像是蠻北方人的 所以他是上海的 然後呢 董楊之在最近這幾年 幾乎通殺了所有臺灣的各大主要目標的創作 比方說 比較知道的 各個火車站上面的一些名稱 都是要求他想 我實在是要想 要請他想 臺北車站 台中 你說知道任何地方的各個地方的一些火車站 都是他寫的 我個人是覺得說這個很厲害 字呢 充分的表現當代 然後也能夠很有這個算是推銷的效果 我個人蠻喜歡這張字的哪裡呢 鳥那個字 跟彭的那個鳥那個字 線條寫的很好 也就是說能夠表達出立即感 跟線性之間的細跟粗的一些摩擦力 這樣就夠了 其他沒一定的關係 但是他的視覺張牌 非常的有現代表 然後呢 其實他的字 在15年前就賣得很厲害 是以明細片大小 300塊美金 不是說15年前 現在忘記了 三 鳳山良 我們這張四號就 他很喜歡這個東西 而且他就會做一句話 他幾乎不需要採 就直接洗 鑽術可以洗到這樣的 然後一直走到第二 所以各位仔細看 那個線條 像棋 棋的末端那個樹線 在轉彎 那個溪可以溪到這種程度 他平底底 這種是疾難的 這種你可以擺在旁邊 我們這個董陽只是被他打倒 但是 以彰保 跟氣度 當代表來講 我們真的要搖搖的把杜老師 平 所以杜老師為了要達到 跟當代監委 在12月23號 在新竹新立美術館 有一場 他跟當代相近的現代主法 老師也會去那裡做導覽 也許四次到五次 因為他是我的恩師 我看他喜歡 他的作品 是我自己的參與 就是我看著他喜歡 建議他這樣帶一張 建議他怎麼弄 不是怎麼寫 建議他怎麼玩 不是怎麼寫 建議他怎麼玩 好